如果说起现今的娱乐圈不知道网友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估计首先想到的就是里面复杂的感情吧 所以娱乐圈中明星的存在可以说并不容易 他们之间除了因为爱情结合到一起之外 更多的可能都是因为利益 甚至有不少表面夫妻看起来非常恩爱 但其实背地里却是充满了各种旁人难知的卧错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看看那些表面明星夫妻 看看他们的婚姻到底是有多貌合神离 9.张丹丰和红心 说起张丹丰和红心这一对明星夫妻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两人是很不搭的 在当初接受某档节目采访的时候 两人都说过对方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但是最后却是因缘忌讳让两人结为夫妻 而且刚结婚的时候两人也是非常甜 当时不少人都莫名觉得两人很搭 然而这对看起来很甜蜜的夫妻 在背地里却是有些尖创百孔 早前张丹丰就被人爆出和女助理有不正当关系 这让两人的夫妻关系开始亮起红灯 而且本来一直在社交平台上面亲密互动的两人 却是在早前红心生日的时候消失 当时只有红心几个好友蔡绍芬等人一起庆祝 有人说张丹丰这是被曝光出轨之后 连表面上和妻子安奈都懒得维持了 不得不说这对夫妻也算是有些婚姻破裂的感觉了 8.许志安和郑秀文 当初许志安和郑秀文公开婚讯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看好这一段金童玉女的 毕竟许志安可以说是港圈中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了 而郑秀文也被不少人称为港月的一代天后 所以这样的一对月谈夫妻还是受到不少人的祝福的 并且当初两人婚姻还不错的时候 经常都会在社交平台上面给网友们秀恩爱 但谁曾想这两人在背地里却也是玩得很滑 早前许志安在一次与朋友吃夜宵的时候 就被出租车拍下了她和黄新颖亲密的片段 于是在这个视频被曝光到网络之后 许志安和郑秀文的婚姻就被不少人质疑 尤其是这么多年以来两人一直都没有孩子 更是让不少网友猜测 这段婚姻的背面是不是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 而且根据早前一些消息表示 两人没有孩子是因为郑秀文身材太瘦的问题 也许许志安的出轨是不是不甘心没有孩子呢 当然这些消息都是网友猜测的 但至少在网友们心中 许志安和郑秀文的婚姻并不像两人表面那么简单 7.王月伦和李湘 当初王月伦和李湘结婚的时候 可以说并不是被很多人看好 毕竟按照人气和地位来说 他们两人是标准的女强男弱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太看好他们的婚姻 但是后来因为一档亲子综艺节目 爸爸去哪儿 让不少人都对王月伦和李湘这段感情有了改变 尤其是看到王月伦在节目中对女儿王世玲的态度 更是感觉到他对家庭的那种温馨 但是谁能想到这些温馨幸福都是假象 王月伦这些年来经常都会被曝光绯闻 在早前的时候他就被拍到在KTV当中 和一位女子举止非常亲密和暧昧 同时两年的时候他还被 网友拍摄到格莫生女子进了同一家酒店 可以说这些年来王月伦一直都不安分 只能说他和李湘的婚姻 真的没有别人看到的那么甜蜜 而且在前段时间 王月伦和李湘也是离婚了 看来维持这么多年的婚姻 两人也是不容易啊 自从在2009年 顾长卫被曝光和美女在车上约会之后 这一对曾经被无数人看好的狼才女貌夫妻 就已经变得貌合神离了 当初顾长卫为了能够把蒋文利追到手 可是把霸王别姬这样的资源都送给他 可以说为了自己心中女神 顾长卫几乎是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 终是抱得美人归 而后在拍完霸王别姬之后 两人更是领证直接结婚了 可以说从最开始 蒋文利就有一种看上顾长卫资源的意思 那个时候不少人都曾经劝过蒋文利 但是他却是怎么都不听 可以说从最开始就是奔着利益去的 而早前顾长卫在拍摄孔雀的时候 就已经和张静初传出一段绯闻 那个时候甚至还有传闻 蒋文利曾去剧组给了张静初一巴掌 但是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 也没有得到证实 不过从后面顾长卫多次飞闻来看 果然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不得不说两人明明都各玩各的了 但是依旧还维持着表面夫妻也是没谁了 五向左和郭碧婷 当初向左和郭碧婷结婚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并不是看好的 毕竟严格来说 郭碧婷这个豪门媳妇是向太找来的 在当初参加节目的时候 向太就全程都掩饰不了自己对郭碧婷的喜爱 并且在跟别人介绍郭碧婷的时候 更是几乎已经用儿媳妇的口吻来形容了 之后儿子向左郭碧婷恋情 也可以说是他牵线搭桥 尤其是当年两人结婚的时候 向太更是全程都笑得合不拢嘴 之后在向左和郭碧婷日常天力互动中 也都经常能够看待向太的出现 可以说这一段如同连印一样的婚姻 也注定了后来向左被爆出出轨的事情 只能说这一对如果抛开向太的参与 当初能不能结婚都不一定呢 四 虚亚军和小S 小S和虚亚军这对夫妻 可以说是娱乐圈众非常魔幻的一对了 在两人结婚的这十多年里面 虚亚军可是被拍到将近20次合别的美女约会 但是每一次作为妻子的小S 都会选择相信和原谅 甚至她的态度已经到了非常卑微的状态 每次只有网上有人说虚亚军不好的时候 小S会马上出面回应 甚至回对网友 而且她还经常黑晒一家人温信的照片 同时在各种节目当中都会说 丈夫最爱自己 恨不得是每时每刻都将恩爱写在脸上 然而每次虚亚军出轨被曝光的时候 都可以说是把小S的脸打得啪啪响 而且在早前有人曝光一段视频当中 当时小S和两夫妻和大S林俊杰等人聚餐的时候 虚亚军玩游戏测试出还爱小S的时候 小S当场就直接哭了出来 还说我以为你已经不爱我了 可以说这句话一出就将他们文心彻底撕碎了 不得不说真的是表面夫妻了 3.黄晓明和杨颖 当年黄晓明和杨颖结婚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非常震惊的 毕竟两个人从明期和刊位来说都非常不搭 而且他们两人确定关系并且结婚之前 黄晓明其实是和李菲尔在一起的 所以很多人都怀疑是杨颖插足黄晓明的感情 而这个事件更是一直持续到后来 黄晓明主持浪解二 并且很多人都觉得杨颖和黄晓明的结合 其实是为了利益 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 黄晓明被爆出18亿操控案的时候 就能够看到杨颖明显的开始和她有了避嫌举动 在当年那一届黄阿镖奖奖奖典礼现场 夫妻俩就已经没有坐在一起 并且全程几乎看不到任何互动 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两人的婚姻就有点名存实亡了 但是为了能够重新再站起来 黄晓明和杨颖一直营造着恩爱的人设 直到后来两人正式官宣离婚 不得不说这同样也是表面夫妻了 二 徐征和桃红 徐征和桃红那段开放式婚姻这些年来 可以说备受不少人质疑 因为徐征多次被拍到和不同女子回家 而且桃红对这件事情却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时也因得两人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所以很多媒体都不敢问他们婚姻问题 你要知道当年徐征追桃红的时候 两人确实是真正恩爱的 但是后来徐征事业变得越来越顺的时候 可能就经受不住诱惑开始变心了 而桃红估计是管不住徐征 于是两人就这样各国各的 因为早期张庭事件爆发 让桃红也陷入风口浪尖当中 所以徐征可能也是有点跨清界限的意思 并且又早前网友上还爆出一个大瓜 那就是有传闻表示徐征有私生子 虽然不知道这个事件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徐征桃红夫妻婚姻的裂痕实实在在的出现了 一 刘慧宁和陈小义 刘慧宁和陈小义的婚姻可以说 同样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因为两人结婚二十多年时间里 光光分居时间就已经十多年了 但很奇妙的却是两人一直都没有离婚 这让不少人都奇怪 他们到底是靠什么维持这段婚姻 而且陈小义这些年来可以说多次传出绯闻 早前他就曾经被拍到和导演徐扬在车内举止亲密 要知道无论是他还是徐扬都是有家事的人 可以说两人这种不避讳的行为真的让人非常下头 但很快 陈小义就发文表示两人是清白的 而刘慧宁随后也发文力挺自己的妻子 但这件事没过多久 陈小义又被人拍到和小鲜肉牵手逛街 甚至在知道有人跟拍也完全没有避讳 看来两人的这段婚姻状态已经到了民村失望的地步了 在娱乐圈这个感情混乱的地方 一对明星夫妻想要一直走下去 其实并不是一件现实的事情 不过很多时候他们为了利益 哪怕婚姻早已经民村失望 但也是会为了人设而继续假装下去 只能说娱乐圈的人真的太会玩了 没有事実行的 给你为什么给你跳出来 对明星夫妻 天上面 开心 小义